就在大清皇帝们骄傲自大 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 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 通过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工业强国 工业革命把英国带入机器时代 机器干活的速度能甩人十八头街 所以英国很快便生产了大批商品 商品太多本国用不完 咋整呢 买给外国人 很快英国人便盯上了中国人 Oh my God 买它买它 英国人不远万里将大批商品运到中国 本来想发一笔烂财 没想到却赔得跟孙子似的 为啥会这样呢 因为中国老百姓自给自足啊 对英国货不敢冒 本店清肠大摔卖 所有商品一律两块 两块钱你买不了吃亏 两块钱你买不了上当 就在英国货卖不出去的时候 中国的茶叶 丝绸 瓷器等商品 在英国乃至正高洲都非常抢手 渐渐的 英国人的钱纷纷被装进中国人的口袋 我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没钱花 正当竞争干不过中国 英国商人便使用下三滥的手段 向中国走私鸦片 一时间很多中国人都变成了大烟鬼 而英国鸦片贩子 却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长期一细使鸦片 会让人变得虚弱不堪 看上去像个病秧子 所以外国人称当时的中国人为 东亚病夫 就在这时 敬烟形象大使林泽徐 闪亮登场 林泽徐一到广东 立刻没收了所有鸦片 并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 史称虎门硝烟 哼 小小一支烟 危害千千万 金烟断了英国人的财路 英国政府恼羞成怒 便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断我财路 如同杀我父母 跟英军相比 清军的武器更玩具似的 一上去就被英军干翻 打不过只好求和 为了跟英国求和 清政府先将林泽徐炒鱿鱼 然后又跟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不但赔了一大笔钱 还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 其他国家见英国在中国拉了不少好处 也想分一杯羹 不久 英法在俄美两国的支持下 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有火一起干 有钱一起赚 期间 英法联军曾攻克北京城 不但将堪称万元之源的圆明园细节一空 还把圆明园一把火给烧了 为了求和 清政府又签了一些不平等条约 并且赔了不少钱 两次鸦片战争 让清政府签了一屁股债 为了捞钱 清政府只好四处搜挂老百姓 就在这时 拜上帝会的大当家洪秀全 带领老百姓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 有天同耕 有愤同食 有一同川 有钱同食 太平天国运动 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曾席卷大半个中国 可惜领导集团窝里斗 致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 就在洪秀全病逝不久 太平天国就被清军给灭了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 让很多人意识到 再不复国强兵 大清就要完蛋 于是洋务派便掀起了一场 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 求人不如求己 求救不如自救 就在秦政府不断充电的时候 老邻居日本已经通过明智维新 全盘西化 并成为亚洲头号技术大牛 日本鸟枪汉炮后 就想到处搞事情 而第一个遭殃的就是中国 很快 中日甲午战争便爆发了 在这场战争中 由洋务派打造的 号称亚洲第一 世界第九的北洋舰队 被日军给一锅端了 这也意味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 彻底失败了 不久 清政府被迫答应签订中日 马关条约 向日本赔偿两亿两白银 并将台湾等地割让给日本 落后就要爱受 当清政府与日本签订 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后 中国老百姓各个义愤填膺 当时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 一千三百多名考生 组团上书光绪皇帝 反对签订马关条约 并请求变法 使国家强大 马关条约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无法更改 但光绪皇帝会支持他们变法吗 咱们下集再讲 历史支持点 两次鸦片战争 使中国人民背负了巨额赔款 同时也使中国丧失大片领土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主权 并使中国逐渐沦为 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